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回教党有一位领袖 他是现在金兰坦州的富州大臣 然后他现在在楼佛州活动 就是为了回教党助选 然后他今天就公开发表了一个言论 他这个言论就说 你看 新加坡为什么可以这么先进 就是因为新加坡没有武统 所以事实证明没有武统的话 国家会更加先进 我跟你讲这句话超难得 你想一下回教党创党来已经五六十年了 我第一次听他讲人话就是这一句 这个是一个历史创解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回教党讲一句人话 这国家没有武统会更加先进 你看新加坡 当然他讲这句话固然是人话 可是他背后的动机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的动机绝对不是因为他如此的想法 他的动机是因为现在回教党跟巫统 在楼佛州周旋是处于竞争的状态 他们有很多议席是巫统跟回教党硬碰硬的 所以此时此刻巫统对他来说是竞争对手 所以回教党也必须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他这个对手 这个巫统这个对手 所以他就搬出了这一句话 从头到尾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由中而发的讲出这一句话 当然如果是平时没有选举的时候 你要回教党讲出这句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想都知道不逻辑嘛是不是 不过他这一句话从字面上来讲绝对是人话 我告诉你绝对是人话 我今天就从他这句话来做这一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呢纯粹是一个开放性的假设性的讨论 就给大家思考一下 今天我们的命题就是呢 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巫统的话会怎样 会不会如这位回教党的领袖说会更加先进像新加坡这样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是肯定的 我直接跟你讲 马来西亚立国六十多年以来 我们其实问题并不大 我们问题只有一个罢了 这个问题就是巫统 只要巫统今天消失掉的话 马来西亚你要集好就有集好 我告诉你 我直接跟你讲巫统的祸害在哪里 我今天早上刚刚上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列出了15个新闻 就是巫统怎样扩害我马来西亚的 可是我现在我要更加有条理的跟大家整理一下 巫统对于马来西亚的破坏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想一下 今天马来西亚的所有问题 真的都是巫统一手造出来的 马来西亚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民族矛盾问题 华人跟马来西亚两边不合 每天不是吵架就是打架 这个是谁造成的 这是巫统造成的 巫统他怎样造成 巫统60年来每天都告诉马来西亚 说华人是你们的敌人 华人是会来抢你们的土地 来抢你们权利的 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巫统的话 你们总有一天会被华人给吞掉 如果马来西亚长期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下被煽动 他跟华人哪里可能会和谐的过日子 所以种族冲突的问题就是从巫统这一点开始的 巫统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 他不惜这个煽动他们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情绪 就是为了要得到这种廉价的支持 他们的政权才可以巩固下去 因为你要知道 巫统在政绩方面是一片苍白的 巫统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 他根本没有办法向马来人证明 他到底为马来人做了什么建树 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廉价的政治伎俩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付出给你 我只需要跟你讲 对面那些华人是你的敌人 你现在要支持我 我才可以帮你压住他们 如果我不压住他们的话 他们随时就来吃掉你 就这样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付出 什么政绩都不需要做出来 那马来人就会心甘情焉的继续支持他 这60年来武统就是靠这种方法 才保住了政权 所以你讲死不死 当然是一个种族冲突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国民长期不团结 长期不团结的话 我们活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里面 我们社会将进步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就告诉你 巫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彭党的问题 你要知道 巫统他们执行新经济政策 已经执行了多少年了 从1971年到现在 已经是50多年了 50多年 这个时间不短 50多年半个世纪了 你要知道 当初他成立这个新经济政策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 那时候马来人很穷 花了很多钱 所以他就要辅助马来人的经济 让他们的经济得以发展 然后可以跟华人互相比拼 这是他们一开始的原来的宗旨 可是到最后 到最后变成怎样 你看50年后的今天 马来人的经济体会有提升吗 有提升 但是效果不显著 你要知道 那些钱花去哪里了 这50年来 华人浪了这么多的路 浪出来了这么多的空间 然后那些空间所赚出来的钱 跑去哪里了 我告诉你答案在哪里 你去看一下那些巫统的高官子弟们 他那些盆党们 他们租什么屋子 他们驾什么车 他们有多少个老婆 他们一年出国旅行多少事 你看这些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钱去哪里了 所以啦 讲一个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帮马来人 结果马来人真正得到的只是皮毛 绝大多数的拿去喂谁了 你们知道了 OK 所以 刚才我前面说的是种族和谐的问题 现在我说的是经济的问题 因为我们经济呢 有一大堆寄生虫 每天在吃着我们的经济的成果 然后这些经济的成果 又没有下放去给马来人那边 所以啦 所以你说巫统是不是个祸害 OK 还有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呢 就是呢 巫统啊 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 他必须要维持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呢 他的本身的执持者 也就是广大的马来人 不能够太过进步 我说这个有点深厚啦 我再浅白一点的说啦 所谓的不能够太过进步就是呢 就是 他要确保啦 他底下的那些知识的马来人呢 不能够了 受到非常高的知识 然后啊 能够自力更生 可以自己赚钱给自己 自己赚钱给自己 自己赚钱给自己够吃够用 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怎样说呢 你看呢 现在啊 反国政反到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 我不说华人啊 我现在就说马来人吧 马来人也不是一百八千知识国政啊 有一批特定的马来族群 是专门反国政 而且反了很多年了 反了十多二十年了 到现在还在反 就是雪龙一带的马来人 雪龙一带的马来人到今天还是反国政的 为什么 因为雪龙一带的马来人呢 绝大多数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 他们是有知识的马来人 很多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他们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帮忙 他们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赚钱 而且呢 日子过得蛮不错一下的 这些马来人就完全看到了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 所以他们自己也不爽巫统 所以他们这么多年来也反巫统 所以你说了 站在巫统的角度 如果这一类马来人越来越多的话 他们是不是死 所以如果站在巫统的长期利益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类马来人越来越少更好 是不是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他的支持者更多呢 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然后呢 是没有办法自利更生的 然后呢 就永远都等着他们来做救世主 来救他们打救他们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在巫统那边呢 他是如何执行这个策略的 你可以看到巫统呢 每天都在为这个马来族群洗脑 灌输 灌输一种什么思想 就说你们很差 你们很弱 你们很不堪一击 要不是我武统保护你们的话 你们两下班就被华人吃掉了 所以咯 所以就这样洗脑 洗脑洗脑啊 洗到啊 一部分的马来族群啊 就一直都认为 是哦 我们很差 我们很弱 我们很不堪一击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武统 不然我们会被华人吃掉了 你长期都想着这样的思维的话 你怎样去进步呢 你要怎样去进步呢 你还没有开始走第一步 你就在想 我很差很弱 我是不可能进步的啦 我怎样前进一步呢 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说呢 巫统在很大程度上呢 造就了整个马来民族的没落 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啦 我现在说一个假设性的课题了 就是了 如果马来西亚的巫统一夜之间 好像给Tanos这样一下 不见到晚的话 你说马来西亚会走向讲的变化 我告诉你 OK 第一个就是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种族冲突的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再也没有一个类似巫统这样的角色 每天在煽动马来人如何去憎恨华人 OK 这个角色不见了 所以到时候呢 华人跟马来人自然而然会和平共处 互相都是朋友 大家都是住在两个币报 有什么好潮 我问你 OK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了 OK 第二个问题更加显著 之前我们国家资源 一大部分拿去养那些捧党 寄生虫 现在这些捧党也是这样不见了 过后 那些钱极好用啊老大 那些钱拿来发展国家 那些钱拿来帮助真正的那种很穷的马来人 帮他们读书 帮他们就业 都对这个马来西亚有贡献一点啊 是不是 OK 第三点 第三点更重要 从此 再也没有巫统这个角色 每天在灌输马来人 你们很差 你们很弱 你们都不感而及 这么一来的话呢 整个马来民族啊 他的那种自信心啊 一夜之间就回来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 你去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马来人 为什么跟马来西亚马来人 这么不一样 因为新加坡没有巫统 回家党者讲这句话是对的 新加坡没有巫统 新加坡的马来人呢 他们没有巫统这种奇奇怪怪的思想 所以呢 新加坡的马来人呢 从畜生那一个开始呢 就是跟华人公平竞争 所以啊 他们绝对没有我很差 我很弱的这种问题存在 他们是 我一生出来 我就是要跟华人一起竞争 没有谁差 没有谁弱 只是看谁勤劳 谁懒惰罢了 一夜之间 如果巫统不存在了 就再也没有人 灌输马来人 晚差晚弱 这样的话 马来人就会发奋独强 自信心突然间膨胀 暴增 然后呢 就认为自己有这个信心 去跟华人公平竞争 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我们等这个现象 等人60年还没有等到来 因为巫统还没有死吗 OK 所以我这样来解释 这样来解释 你们接受吗 你们认同吗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巫统 肯定 100%会比新加坡更好 其实我很有信心 马来西亚要有一天 比新加坡更好 超越新加坡 不难的 只是方法的问题 我们马来西亚 土地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 天拉之源又这么丰富 如果说地理位置的话 我们比新加坡更加strategy 新加坡从后到尾就一个岛 我们还有整个半岛 我们还有东马 所以比起来 我们只剩下管理输给新加坡 如果我们管理这方面 可以跟新加坡一样 或者是输到一点点 我们整体一定是超越新加坡了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